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这番棋啊 应该来说是下的非常的精彩的一局 我们来 党一飞直黑 小生直白 这是哪样被半决赛的一局 挂 挂 然后手脚 把棋飞压 走 跳 然后飞的是吧 对飞一个 飞的 飞的是贴起来 白棋是这个 开局啊 都是比较正常的啊 只不过是每个人的风格问题 你喜欢下什么 走 然后是飞 顶 挡住 搬 好 白棋肩顶这个是吧 应该是这样啊 嗯 这顶这个黑棋就把上面打了 接上 然后再一立 嗯 白棋 拆了个边 黑棋 搬一下 走这个 好 总体来说这半棋质量应该是相当的高 啊 其实挺高的 没有双方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失落 而且还下的很有思想性啊 这个棋呢 白的 不能往这吃 那不能被黑的从这边封锁 所以说白棋小剑 选择的是活 也比较符合 党一飞的这个风格 稳健 然后拆 然后黑棋下什么了 下 跳吧 应该是跳 对吧 跳 然后拆啊 拆一 接下来这个点 这个地方应该是 呃 第一个什么 第一个 可以说是第一个交锋吧 好像也是在这里啊 拉开了一些什么 双方的这个距离 嗯 黑的靠这个 是好气 那如果说你直接挡呢 有可能正中白棋的下怀 啊 这个靠 深冬击习 本来呢 白棋是应该上班 然后走成这样 这个估计啊 双方 都能够接受 是不是像黑的吃了 白的加强 都能接受 这时候小生突然下班 下班的话呢 应该是这样啊 应该是往上长 呃 下面 这个 虎实战 这被打一下 有点不肯 对吧 咱们可以这么理解啊 本来假设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对吧 假设是这样 现在轮到黑旗下 你下哪 就是量不起 只是你规定啊 一个下这 一个下这 你会选哪个 那我肯定是必然的选在这了 对吧 我这的话 就可以把你切断了 是吧 那么选在这的话 要么就是打一飞 是这么想的 他觉得 有可能小生不敢走这个 只能粘 然后被他压死 那这个 这个就太转了 但是不可能啊 白的肯定要跑这个 是吧 然后一断 我们看一下后面的结果 有这个 然后再一扳 白旗一拐 这就黑的很难受了 那黑旗由于不敢虎下 这要被打吃了打崩溃了 只能粘上 然后白旗一飞 那再一跳 一冲 一挡 一走 先跑 接上 然后再一小钱 那么这一串的结果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 白旗似乎在零损伤的情况下 把这个脚给什么 给火了 这个几乎是零损伤 这个被吃掉价值很小 对不对 本来黑的这里有三个 大家还记得吗 一个手脚 加上一个跳 有三个子 结果白的一个子进来 林顺上就把这个活了 然后这边没什么 而且你还只能打吃这个 两个子也要就 做成这样 一退 对吧 然后再一压 那么就形成这样一个棋局 应该说这个时候啊 是 第一个作战 应该是白旗什么 白旗得分了 好 这班旗呢 应该是白 是白旗 声针续影了啊 声针续影 嗯 好 接下来 呃 大家都以为这个 好像是安全运转的同时啊 接下来我们看 我们的 党一飞啊 就体现了什么 这个韧镜啊 这个旗韧镜很足 看上去白的 确实是顺风满翻 没有什么坏起 该吓到吓到了 但是呢 只要你有 只要你耐得住 沉得住气 啊 对手就会犯错 啊 实战 走 飞 你看这样下 嗯 然后呢 打入 走 挡住 啊 在一小间 嗯 白旗依然 控制了局势啊 但这个打拔 我觉得是好气 打拔 打拔 威胁 白旗 结果 深圳续在这里 敞考了半天之后 在这里补了一个 那他对这个旗的判断 应该说是相当的 相当的准确啊 对这个旗的判断相当准确 嗯 然后 黑旗往这一冲的时候 接下来就体现了 白旗 为什么要虎 他虎就是这里结实 你在这里下什么 都是后手 这就思路很清楚 不会跟着硬 对吧 然后白旗把这一飞 嗯 白旗把这一飞一捞 嗯 然后 嗯 然后黑旗 还是回到飞过 这个 那白旗 尖冲 那么有关于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双方都有一个什么 都有一个 没看见 啊 嗯 AI的强调 黑旗一定要顶这个 顶这个最大的目的 就是要防他冲断 那我们最主要 冲断是什么意思呢 冲挡断 对吧 这时候你没有这个子 你只能沾上这个 通过后面的实战来看 双方都默认啊 来的都是要在这里补一个的 双方默认你要补一个的 但是AI呢 有这一招 这一招 我估计啊 双方都没有看见 有这一招的话 好像黑的 直接就不太行 好 一直没顶 然后尖冲 嗯 飞 跳 再跳 然后白旗跳 那黑旗先点了一个 双 再一贴 嗯 然后再一跳 这起看似啊 这个 配旗攻不到白旗 对吧 因为自身太薄了 然后呢 自己还得活 尖 然后白旗下的特别特别的厚 接在这 再一爬 接下来这样的时候啊 我们都认为 我的感觉好像 这个 控盘大师 这个小生啊 已经稳稳的控制住局势了 但是没想到啊 这起 胜负才刚刚开始啊 好 接下来呢 黑旗冲下来 这是必然的结果 对吧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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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了一下啊 接了一下 对 冲下来 一接一走 好 白旗冲断了 那么 都以为 小生都看见了 接在这 其实跳了一个 结论 谁都没看见 你看 这个跳这个 一下子啊 就化解了这个 黑旗没顶的这个失误 黑的没顶 无所谓啊 无所谓啊 你这个跳 没有要点 这个蛙很厉害 大家就可以 肉眼就可以发现 这一蛙白的怎么办 黑的怎么办 要补断 对吧 要补 还要补这个关子 收数 是不是 是不是一下子 就差很多 对吧 所以这一跳 哎 这个局势 马上就不一样了 这一跳 黑的完全是可以接受了 走这个 走 然后再一退 其实始终 是一盘什么 很细微的起 然后白旗下来这 嗯 下来这呢 原本的目的 就是想下的积极一点 正确的 白旗下来这也可以 只不过呢 白旗一想 我下来这 你也没有办法反击 譬如说 你要反击我的话 你就会叨叨我 你这里的一顶 你哇 是不是啊 应该是这样 那么 他们觉得 你得走一手啊 对吧 你得补一手啊 好 这时候呢 我们 阿党呢 跳了一个 哈哈 这里搬过一下啊 搬过 哎 没搬 到后面坐活的时候 跳了一下 跳了一下 这个 这一下子啊 似乎 中盘的时候 这个小生也有点什么 也有点慌乱了 他也有点慌乱了 这个跳 他觉得你 这个我走车 你不理我 然后想了一下 这个蛙 他也没算清 这个蛙是怎么回事 这个蛙 确实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蛙确实很复杂 他本来想直接蛙死他 打是直接蛙死他 因为这里呢 你冲的话 他可以有这个退 是吧 这要争子争你 但他也没算清楚 他也没算清楚 这关于有个冲断怎么办 等会 别人什么坚硬 你吃我这个 我吃你这个 还是很复杂的 那包括别人走在这 这一拐 能不能吃掉它 所以他也在算 那么此时 他有优势心理 是什么呢 其他我直接挖不死 应该算了吧 我挑一个 你补一个 这得了吧 那么这一下子 一下肩 瞬间怎么样 胜率 一下子就扭转了 而且还把 应该说把盛政序 搞的心情怎么样 很不好 在如此强大的棋 这种厚的不能再厚了吧 结果这一下完之后 这个 白头都差点死掉了 大家信不信 都差点死掉了 我们看 你直接尖 尖 然后白旗 双方就是互殴了局面 走在这 我不踩 我尖你 尖 我跳你 总理我了吧 小阿党说 我在尖你 压你这个 这时候 白的生气了 在挖这个 所以说这个有点什么 有点冲动 挖上有点冲动 这块大龙真的要死了 我们接下来看 接下来是黑旗 黑旗是我 下哪的 不对 是我次举摆错了 是 跳 白旗走这个 黑的跳 白旗回来 黑的尖 对吧 我要收拾你 那白的说呢 我先把你挖死 这一下挖死 确实挺可观的 是吧 这全厚了 他觉得这里不会死 然后呢 阿党来压这个 然后呢 斑 退 确实这里已经 完全什么 完全看不清了 白旗在这一带做活 也不好活 因为黑的比较厚都活了 是吧 他而且还担心 万一什么黑的 把这个眼一破 这地方 你威胁他做活的时候 他有个打劫 他看不清了 这一方小生 选择的是小尖 这一下子 接下来黑的一飞 局势顿时逆转 那大家看 为什么逆转了呢 活了不就行了吗 看关键是 看白的怎么活 好 只要打拔 打拔 然后呢 黑旗把这一打 对吧 黑旗这一打 等于说白旗这个全保 大家会发现 黑的挤这个是先手 挤的先手 你已经补不胜补了 你要补这个段 这还有个恰段 这个有个恰段 这还有个扑段 所以这一下子啊 白的就 从这个旗星角度来说 就已经碎了 然后白旗 尖 挤 接上 黑旗 先做活 这旗 是不是大家 大家有可能 黑的是不是直接可以动手 动手把这个他打爆的 尖 好 这旗已经胜率已经是上来了 白旗尖 黑的再一小尖 那么 这项序呢 也显示出怎么样 非常冷静 已经 这时候已经心情上来的时候 已经被对手刮的 实在是太惨了 对吧 本来是一块大空 现在变得自己都做活 然后呢 是往这一贴 对吧 往这一贴 好 然后 接上 先把这个虎了 这个 据说这个提示还招 是吧 好 关键啊 这时候挡一飞啊 时间啊 嗯 时间怎么样 时间不太够 接住一挡 时间呢 还是很重要 因为这次比赛 它是加秒制 加秒制 它没有读秒 也就是说 你有规定的时间的 不像读秒的话 你可以一分钟下一步 对吧 到这时候呢 看了一下 对吧 也很难做抉择 然后就去拆了个二 从价值上来说 这全盘五一最大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最空旷 拆二 那这一下子啊 就被深圳序抓住机会了啊 这个骑黑的呢 嗯 按照 AI的说法 就是这骑直接定型 把这个顶掉 那为什么把这个顶掉呢 咱们来看 你走这个 白骑一走 再一打 一接 再一冲 它能冲回来 这实际上 你顶不到这个了 对吧 你现在只能断这个 那它可以打 打的话 如果说你沾上这个 它可以走这个 它走这个 这个杀器不够了 是吧 那这时候黑的没办法 黑的关键是没有办法退缩 你这怎么退啊 没地方退啊 这方没地方退 总不能下这个吧 下这个人家这一沾 这个亏的太大了 这个亏的太大 但必死的一段 走成这样 然后再去吃 然后 白骑一提 好 那么现在呢 局势 就是这个样子啊 白骑大龙是不活的 白骑大龙是不活 那么 白骑有这个作业 他是打结火 他打结火 到底杀不杀呢 最后从这个结论上来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啊 从结论上来说 这里呢 这时候黑的已经怎么样 胜负已经 已经不好了 但是呢 只有20的胜率 但是黑的也必须怎么样 咬咬牙 打结 走这个 然后作业 要先扑 这个打结 分秒必争 每结必争 走这个再一打 然后呢 再往这一半 就是大龙打结 那么这个大龙打结呢 这个 AI说黑的还有20的胜率 那么 最主要黑的这里有一捆结材 有6到7面结材 但是在时间比较紧迫啊 所以比较紧迫 党一飞呢 就不敢去这打 因为这个是大龙打结火 白骑他有拥有什么 他拥有本身结 党一飞呢 一时看不清 然后呢 觉得先不打 对吧 先吓唬胜真旭 在这一拖 最后一扳 一断 走 走 打吃 打 提掉 然后再一打 然后接住 然后是一贴 是吧 走这个 然后再一贴 他希望的是什么呢 希望是白骑断进来 断进来的话 我这一走 你是可以把我一吃 但是中间怎么样 多了好多好多结材 对吧 但是白骑不太可能断 白骑断这个 然后黑骑这一粘 时间紧迫 到底打还是不打 没有想清楚 然后比白的一补 这个没有 这个活了 这个骑活了之后 丧失了 跟 跟白骑搏命的一个机会 跟白骑搏命的机会 这期后面 关子战呢 已经不行 最后应该是白胜 白胜二又四分之一子了 那应该赢了四目半 对白胜四目半 盘三 应该说非常的可惜啊 非常可惜 具体这里 到后面是 劫财的情况 我估计胡耀宇老师呢 会写一个什么 会写一个棋评 战报 党一飞 输在了哪 对吧 那么 咱们在另外一盘 有两个视频 大家等一下啊 我们有两个视频 两个视频 大家看一下 前方式 哇 信号 这是最后的一个 大家看到胡老师了 胡耀宇老师在前线 很遗憾 或者你圆完作业 你那下不停 怎么都好 他接用爱打不了 在考 在看这个袜 你看都没有看到这个袜 看到没有 都摆了什么 都摆了那个袜 出在黑档 右边 右档 这是第一段视频 我们来看第二段视频 两段视频一起放了 我们也回到这里 那么我们另外一番半决赛 是一场内战 我们王信号 击败了快枪手 李清晨 那这样在明年 上半年吧 估计在二三月份 将会是 第一件南洋杯的世界比赛 这个 王信号对 深圳区的三番棋 这个大家很期待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到这里吧 好 感谢大家的陪伴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大家再见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